全明星娱乐 小珍珠正面照曝光 看起来非常漂亮 眼睛大大的脸圆圆的 而杨仪整个家里的布置也非常可爱 除了家里摆满了粉红色的气球 还专门订了一个精美的两层蛋糕 蛋糕还是海洋主题的 上面有八爪鱼 螃蟹 贝壳等等 而蛋糕的顶层是小珍珠的肖像 坐在巨型的贝壳上面 配合小珍珠的名字 看来小珍珠爸爸妈妈也是非常有心了 杨仪在社交平台留言写道 亲爱的小珍珠 不知不觉你已经满三个月 不知不觉你已经悄悄的成长了 时间虽然过得很快 但爸爸和妈妈每天都在努力加深认识和了解你 愿你在我们的爱护下更加健康 茁壮成长 而初为人妇的罗仲谦也十分感性 他写道 小珍珠比比 好多人都说女儿是爸爸上一辈子的情人 如果是真的话 爸爸已经等了你36年了 爸爸妈妈只希望你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成长 开拓属于你自己的人生 我们永远爱你 说起前 TVB事后杨仪 是不少TVB迷门的童年的回忆 曾经的TVB五花旦 虎信尔 杨仪 许子山 钟家 新陈法拉 那个时代相信大家是最怀念的 事后杨仪使前TVB当家花旦 1999年中学毕业后 加入第13期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 之后成为TVB旗下艺人 她的姐姐杨卓娜也是TVB艺员之一 杨仪加入TVB之后 跑了几年龙套 不久就获得力捧 在2003年 她就获得了万千星辉颁奖典礼的 飞跃进步女艺人奖 在2004年 杨仪就在电视剧《怪侠一只眉里》 首次担任了女主角 并且与男神温兆伦和管理杰合作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 杨仪在多部剧集 例如《大唐双龙传》 《卫斯里》 《雪景雄星》 《会通天下》 《赌场风云》 《不依神像》 《唐星风暴》 《建筑友情天》等等 杨仪开始有很多的演出机会 也慢慢上位 成为当家力捧的花旦 2008年 杨仪凭借在剧集 《唐星风暴之家好乐园》里 是《眼存好乐》一角 获得最佳女配 2009年 杨仪在古装剧《攻心记》里 挑战反派姚精灵 也成为当年的事后 最大热人选之一 杨仪在2012年 凭借名媛望族 获得事后的荣誉 2015年 当年传杨仪因为不肯续约 遭到血藏 到2016年 杨仪正式约满 离开了她工作17年的TVB 之后主力在内地和舞台剧方面发展 杨仪和比她小5岁的老公罗仲青 当年的绯闻也是传了很久 两人是在2011年 因为拍摄《Onco 36小时》而结缘 拍拖5年后 在2016年3月正式结婚 婚后两人一直被粉丝催促生孩子 也经常都会有媒体传出杨仪怀孕的消息 不过每一次杨仪都予以否认 终于在今年2月13号 杨仪在社交平台宣布怀孕 同时在4月16号 两人的女儿小珍珠诞生 目前做了一段时间全职妈妈的杨仪表示 照顾宝宝难度非常高 甚至比以前熬夜拍剧还要难 不过很开心的是 看到宝宝每天都有变化 杨仪表示到现在为止 都感觉和宝宝不是特别熟 要努力的去认识她 去带宝宝的过程当中 只要完成一个任务 杨仪就会非常有满足感 而最近小珍珠的中文名字终于改好 叫罗许欣 杨仪在生完孩子之后 也被网友称越来越漂亮了 据说从怀孕到现在 杨仪的戏影已经发作 不排除只要遇到合适剧本 及对手的话会复出拍戏 不过短期内 杨仪仍会以家庭为主 而罗仲谦在杨仪怀孕后 就把事业重心放在了香港 目前已经回朝TVB接拍了两套剧集 因为他说这样 可以经常回家陪伴老婆 而罗仲谦被问到 最想和谁合作时 密口表示是老婆杨仪 自从两人结婚后 再也没有一起拍过剧 我们也希望看到两公婆 同时出现在剧集里 两个人结婚这么久以来 一直也没有传出吵架 或者是不和的传闻 两个人经常都会在社交平台 续文爱 罗仲谦也一直踏踏实实的 工作赚钱 争取给老婆最好的生活 他还直言杨仪就是 自己工作的动力 看到杨仪现在一家三口 真的好幸福 祝福他们 也祝福可爱的小珍珠 健康成长 与妻子杨仪相比 小五岁的罗仲谦在TVB剧中 只能算个老鼠脸的万能男配 在很多TVB剧中 都能看到罗仲谦的身影 但却都不是主角 2004年 20岁的罗仲谦 陪朋友到电影 阿嫂剧组试镜 而被制作人选中 在开片中 饰演外卖仔小红帽 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 值得一提的是 罗仲谦在西游记之 孙悟空三大白骨精 和西游记女儿国中饰演沙僧 但由于造型设计 几乎认不出是他本人 与妻子片证电视剧不同的是 罗仲谦在影视 双向平和发展 出道16年 参演了20部电视剧 18部电影 并多次获得最佳男配角奖项 杨仪和罗仲谦相差5岁 因合作电视剧Encore36小时相恋 最终罗仲谦饰演的是 医学院毕业的实习生 而杨仪与马国明 则是医院的医生 可说是罗仲谦的实习导师 在剧中 杨仪喜欢的是马国明 而马国明与罗仲谦同时 喜欢杨仪 电视剧里输给了 马国明的罗仲谦 现实生活中 却和杨仪相恋 相爱 相守了 2011年11月 杨仪被抱 与小5岁的罗仲谦相恋 2012年9月 两人正式承认恋情 因为女强男弱的搭配 而不被看好 恋情曝光后 被港媒和粉丝 敞摔了5年 2016年10月 37岁的杨仪与罗仲谦 在香港补办喜宴 并正式注册结婚 婚后 杨仪就淡出了娱乐圈 安心在家备孕 或许是由于年龄大的关系 直到去年才传来好消息 但直到今年2月 杨仪和罗仲谦才在社交平台 发布怀孕的消息 本来预产期是在5月份的杨仪 却提前生产了 本命年得女 罗仲谦迫不及待地 官宣了产女的喜讯 近10年的感情终于开花结果 网友们纷纷送上祝福 曾经罗仲谦一直不被看好 很多人认为 他并不是一个靠谱的男人 但是他用实际行动 打败了那些不看好 也向杨仪证明了他的爱 结婚之后 两人曾因为生孩子的问题苦恼 在那几年里 杨仪受到了不少的压力 因为之前拍戏的缘故 杨仪的身体曾受过不少的伤 在生儿育女的时候 需要承受不小的风险 面对这种压力 罗仲谦一直都表示和理解 他就陪在杨仪的身边安慰着他 和他一起面对所有的事情 对于要宝宝的事情 罗仲谦都以杨仪的身体为重 他真正在乎的就是杨仪 可以说这样的男人的确是值得托付的 他把爱人的健康放在了第一位 每一个细节里都透露着爱 女儿出生之后 罗仲谦在网上称 辛苦了太太 并表达了自己对妻女的爱 不仅让人看到了他的细腻与体贴 也让人感受到了他对另一半争执的爱 很多时候对于女人而言 他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的爱 只需要在生活里能体会另一半 那粉细水长流般的心意就足够了 如今罗仲谦也越发的沉稳 不似当年绯闻满天飞 他和杨仪给人的感觉 仍像是新婚小夫妻一般 两人甜蜜互动 发文告白 无论现实生活中是不是真的这么甜蜜 那是他们的选择 他们的生活 他们自己的人生 即使反对的声音飞满天 即使年龄和地位都还有着差距 但是杨仪仍然选择和罗仲谦在一起 这不就是所谓的爱情吗 摒弃一切的传统俗念 遵从自己的内心感受 认真对待来自对方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不一定嫁入豪门才是女性婚姻成功的标准 杨仪有底气迎接女强男弱的爱情 就像在她演艺生涯的最初 面对茫然的未来 她仍然是坚定信心走下去的 没有人能预测到未来的局面 也不能因为对未知的恐惧猜测 就停下脚步 杨仪和罗仲谦的爱情 算不上是红红利利 但也是甜蜜温馨 细水长流 能在平淡漫长的日子里 携手走过许多个五年直至老去 这才是最幸福的事情 爱情不看地位差别 也不用管年龄的大小 只要是真心相爱 就不用管别人怎么说 其实比起很多的香港女艺人 杨仪都是很特别的存在 她出生在村屋 没选过港姐 每一步都要靠自己 也许她也曾经想过走捷径 可是到了后来 她明白了自己最想要的 一个自己爱的人 给她生一个孩子 安稳的日子 不需要外界的评论 希望杨仪和罗仲谦的家庭生活 会随着新生命的诞生 而越加幸福 也许她杨仪和罗仲谦的家庭